来自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印度等超过7个国家的法律专业学生 目不转睛透过纪录片了解中共统治下 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犯罪产业链 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 受亚洲法律学生联合会韩国支部邀请 日前参加了在首尔举办的国际模拟审判大会 参与者项目策划活动 发映了这部独立调查纪录片《活摘》 韩国法院审判官发表演讲 呼吁司法界人士 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事件要敏感、清醒 同时批评参与活摘的中共官员至今逍遥法外 这是不正义的 早在2006年3月 两名第三方证人曝光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 同一年国际人权律师戴卫·麦塔斯与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戴卫·乔高 展开独立调查 并在2006年7月发表中共活体灾取 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调查报告 与会学生们还表示 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强制活摘器官 共同致力于终结这一暴行 新唐二电台记者惊艳 韩国首尔采访报道